今天咱们画一副小一点的 小福德华山的一个写生 咱们用中号的尖好笔或者狼好笔 然后先把笔润一下 然后笔尖呢 沾一点浓墨 咱们先画这个近景部分 近景部分 下笔的时候直接带一些泼墨 泼墨的部分就表现它的植被 然后立起来用笔尖重的地方 稍带一些沟落寸葬 好 再挑一下 还是笔尖这浓墨 这边呢 大部分是它的植被 我还是用测封 这笔有点小 稍微换一个 咱们接着画啊 还是画近景部分 画的稍微大一点的笔 这块我用大笔出 泼一下 然后测封 擦一下 立起来呢 它就是出现这个中锋用笔 用笔尖 带一下它的结构 结构线 然后它这块有一个梯子 咱们给它挤出来 好 浮辟尖 小浮辟尖带着这个 拖鸡带水 也就是大浮辟 密封 笔触多一点 各种的笔触 你可以都有 好 调一点浓墨 比尖勾一下 稍微带一点这个结构 好 我按下去 稍微带一点这个浓淡 让它有一点浓淡 这块稍微 待会还会露出一点小的房子 再挑一下 挑一下浓墨 这块 它会有一些植被 下来之后露出一点山的轮廓线 这是山侧的外围 这块石头的外围 你看我用的笔触很多 侧峰 逆峰 中峰我都用 这块待会露着一点小的房子 我用笔尖 稍微挑一个 笔尖稍微带着画一下 简单的概括一下 不要画得太具体 不要画得太具体 好 待会这块有树 有一个遮挡关系 测封 用横点的方式 咱们点一些这个 树 找几棵松树 笔尖挑一下 这块当然还露着一个小的房子 好 近景这块山枝呢 基本上这就差不多了 好 把这儿再勾得实一点 好 然后 把近景这个 梯子这块 稍微的给它画一下 这块有一些地方 给它遮挡住了 它从这儿是拐过来的 再勾一条线 它有一个绳栏杆 给它画出来 好 下面呢 咱们把笔呢 调淡一点 往上推一下 好 然后在这块一块 山石 这山脉是从这儿上去的 小腐壁 它这儿有一个结构 横着切一下 切出一下横向的这种纹理 大侧风 这让拖泥带水出来 大的腐皮出来 擦一些它的植被 它这植被可以擦出来 也可以点出来 往下 稍微虚一点 再用点淡墨 把这儿破一下 破开 然后跟上面融合一下 这植被 远处的植被 显得淡一些 啊 山顶上植被比较丰富 好 从这儿走 画出它一个大的 稍微的一个 轮廓啊 它这儿斜了下来 然后这边起来 啊 开始连接住它的主缝 好 把这个笔再调一下啊 让它 比较聚风 剧动一下 画的时候 咱们要松一学 注意一下它这个整体 几大块啊 这是吧 两大块 它整体是一个整体 中央有一个结构 不要画太碎 有些纹理的地方啊 咱们基本上就 用这个虚的笔触 给它存出来啊 你用小腹皮也可以 稍微带点大腹皮 都可以啊 像这些地方 注意调的时候 墨色要调成 调点淡漠啊 可以单找一盘 调点淡漠啊 这些是地方呢 是代表有些植被 把它这个轮廓线 这块啊 稍微给我识一点 嗯 这块它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啊 它是这个山脉是这样上去的 好 不要画太多 太碎啊 咱们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转到这个主峰这块 主峰咱们 远离的更远了啊 从近往过 推的更远一些 所以咱们墨色呢 注意要更淡一些 从植被这开始 咱们就开始 淡漠啊 还是大的轮廓 注意它大的轮廓 轮廓 山顶上这个 有一点植被啊 小腹鼻 沟村擦一起合成 横向大过几笔啊 结果 扶皮村说过了啊 不只是纵向啊 还有横向 这块会有一点啊 这个 雨水冲沙坡的这种痕迹 它就是 有一些这种苔藓的感觉 这不要太多 有点就可以 这块这可以稍微多一些 这块它基本上是 全是横向的这种 横界面 多一些 也是笔触 松一些啊 然后往下 擦过来虚一点 好 待会咱们用这种特淡的墨 再给它红缩一下 然后接着竹锋 这边往上 开始斜着走 这是它竹锋 戳点 或者擦都可以 斜着走它是这么一方向 斜上去 然后把它这个 华山的这种险峻给它画出来 上面这块应该让它再高一点 斜度再大一点啊 突出它这个主峰的这个险峻 然后这个轮廓 可以提前勾一下 基本上就是打斜线下来 是吧 这个华山大家都去过啊 对华山的这个特点还是 比较熟悉的啊 这也是两大块 这个竹锋啊 再加一条结构线 这条线是比较实的 这儿一下分为了两大块 这儿咱们不容易落啊 有的时候你可以先擦 有的时候你也可以 后擦都可以啊 沟村擦一气合成 咱把这个传统那些东西都抛开 不用太暗部就温 好 调点水 加点淡漠 远山咱们开始淡一些 全是采用弹幕啊 它这小腹皮这边这个纹理 开始有点往这边走啊 冲这边还要冲这边啊 用笔尖 小笔处的时候咱们用笔尖 大笔处咱们就开始测封 注意不要花太碎 稍微有带一点横截面 这种横截面的东西不要太多 太多它就显成一块一块的这个 结构了啊 好 那就不行 好 大笔粥的擦一擦 这边也是注意方向 它也是这样走的 这块重心啊 好 再挑一点用笔件软一下啊 画了小的笔处 画了小的笔处 这块稍微带有点植被 所以这我也按下去 因为这凸起来 让这两个 前面这块呢 稍微起了一点 下面这可以大笔处擦 续一点啊 好 远身就让它续一点 好 这全擦下来了 开始擦一下 开始擦一些云雾 大面积也都是虚的 下面这块 到里边继续走 继续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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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调水 大梦 整个这块都是虚的 然后这边搭有点远伤 特别淡的没错 横着走 竖子 好 这块轮廓线咱们勾实一点 可以换一个小一点大笔 开始深入化一些它这个细节 细心收拾一下 先试试它这个墨色层次 我就是点一下它 这个也是 这个墨变得稍微浅一点 有些纹理稍微给它复勾一下 提一下 我再调一下笔 还是用笔件 存擦一些它小的纹理 有的时候可以上条 有的时候可以上条 你说放大成六尺的对开的 它依然很细致 依然可以放大 小中见大 方寸之内见乾坤 你要把这种感觉画出来 这画小画的时候 你把它当成 大画来画 画大画的时候呢 你把它当成小画来画 这样你画出来的画呢 是吧 会更好的控制画的时候 再一个呢 就是细节整体 你都有这个概念就可以 有时候画大画的时候 容易画碎 画小画的时候呢 是吧 容易画的不够细致 不够精细 好 现在我开始全小笔触 开始去细细的 去稍微提一下它这个纹理 它这块有雨水冲刷的痕迹 刚才我说过了 是吧 稍微我来点 偏重一点弹幕 正好这还没干 是吧 它形成了这种 泼墨的效果 带有一点泼墨的效果 这条线 我给它再 复勾一下 好 待会干一点之后 再勾一下 然后这边这条线 这个轮廓线 我给它勾得实一点 好 这块淡淡的这个 给它 村 村上过去 远处的植被 近景也是 在淡漠的 再给它 村擦一下 让这块山石 更加厚实 这儿它有一点植被 这石的上面 所以稍微再给它 村一下 是吧 然后这个感觉 然后这个感觉就出来了 特别的疏忽 看一下整体 这是整体的一个效果 是吧 咱们给它改成方了 然后这个远山的 咱们特淡的墨 给它画一下 特别淡 咱这张画呢 就让它水墨的 它一个水墨的效果就可以了 整个让它这样斜了下来 然后这边整个留白虚的 它是虚的 上面也是虚的 我从这一块开始 下来 淀点水 淡一点 好 下来 好 整个后面加了一个远山 让它再来点这个云霧 效果就可以了 横向走的 这云 下面这个云 这块整个路上虚的 好 看一下 是吧 非常的完整 然后这块呢 咱们用浓墨 再给它点胎 提一下 进出这块 这两棵松树 稍微的点缀一下 这张画呢 看着就舒服 是吧 这个横向 横点 横向出支 顺着呢 画点比较坚挺的 它的主干 画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点淡漠 然后再来点淡漠 破一下 调点淡漠 换一个 拿着淡漠 给它破一下 这是淡破浓 上面这块 也是让它有一点 淡漠 然后给它 有一点 再给它擦一下 这一点 再来点淡漠 让它再来点淡漠 再来点淡漠 再来点淡漠 好 近景呢 让它对比度高一点 该亮这边 让它特亮 好 这张画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放大一点点 好 这是咱们这张画的整体效果 基本上就完成了 落款位置呢 落这也可以 因为下面有留白的部分 你可以落这 西月蒸中核状灾 在这个基础上 水墨的基础上呢 你可以上一点这个潜降 用褶石或者花庆 注意它的一个冷暖对比 远山的尽量让它花清多一些 好 这张小画呢 咱们就画到这